长辈们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 在舞台上载歌载舞 后头有人跟着音乐学律帮忙打节拍 士林天河里长青关怀站 举办11周年庆祝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学员志工 自己安排节目担任主持人 让大家更有参与感 大哥大姐平均年龄都是82岁 可是每一个人非常健康 非常的可爱 就好像是看到自己爸妈一样 我感觉真的是非常快乐 我先生跟我一起 我拉了我先生一起过来 我回家以后就有同样的话题可以聊 这里有做一些运动给你们健康 我看他们有时候我自担不足 请来专业讲师教大家伸展肢体做运动 抬脚甩手训练肌耐力 减缓长辈老化速度 天河里长装服来用心规划课程 希望给长辈们全方位的照顾 而他也不忘感谢志工 多亏这群热心的伙伴 才能让长青关怀站持续成长 学员人数不断增加 没有志工一个里长和执行长没有办法 执行这么大的任务 所以最主要还是有长辈 有志工 还有市政府相关单会的支援支持 课程结束 大家准备享用午餐 由中央厨房制作 针对长者设计的菜肴 秉持少油少盐 让长辈们吃得更健康 里长装服来落实长照2.0 用心经营长青关怀站 希望号召更多长辈加入 一起活跃学习 享受退休人生 凯博大台北输卫新闻 邮祥廷采访报道